多谢天父,多谢天父,我们来到神面前,我们今天是做一个释放的祷告,我们来到神面前,多谢你,因为神是很兴散的,神是充满爱的,神可以医治所有人的,我们所有问题神都可以医治的,神可以释放我们的心灵的,多谢天父,多谢主耶稣, 耶稣陪着我们,耶稣加力给我们,主耶稣多谢赞美你,感谢赞美你,哈利路亚,多谢天父,主耶稣你帮助我们,处理我们的内心,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有些被人伤害了,不开心的人,我们内心有些生气, 有些受伤害,有些被人遗弃,我们就去问一下自己,神啊,我有些什么地方,有些什么地方需要医治的呢? 主耶稣,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地方是需要医治的 主耶稣,我们把这件事带到耶稣面前,比如你说有个人他都继续伤害我,我的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,我们就把这件事带到耶稣那里面,你可以和耶稣说先的, 就是说给耶稣听,这个人做了些什么,令到你的心里面有受伤害,有不舒服 首先,我给大家少了时间,你和耶稣讲一下,你把那个情况讲给耶稣听,你心里面的伤害,你和耶稣讲一下,知道吗? 你心里面的伤害,你想起那个情景,想起那个人对你做些什么,说些什么,然后你将那件事,和你的感觉,说给耶稣听 我们说,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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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